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要出征 艰困选区台南市 这么艰困的选区 开句玩笑 有人说水里的鱼捞起来都是绿的 可是国民党不能够说 不会打硬仗 这把老骨头了 既然是没有人 我们去试试看吧 开疆辟土 也为未来的人开一条路 有经验的 大家都不妨下来 给年轻人做个示范吧 我都可以 你有什么不可以 很惊讶 也很感动 对朱祖姐愿意这样 到艰困选区来 我们对她 也感到很不舍 前主席下来 对我们的士气提升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要跟当事人 在原本的当事人沟通一下 2020在台南将会新增一席的立法委员 而这个立委的选区是所谓的第六选区 南关县加上东区29里 因此洪秀主他队上的对手就是王定宇 我们来看一下这第六选区到底位在哪里呢 那么事实上他就是仁德归仁 官庙龙席等等 这个地方叫做南关县 号称叫做民主圣地 是绿到一个步行 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 您可以看到目前国民党已经提名的人选当中 就不包括这第六选区 因为谁敢去 可以说是 算是当炮灰吧 这样的一个性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洪秀主他真的非常勇敢 再一次娘子军跳出来他说没有人要去的地方我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其实王定宇真的不好挑战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之前在2016年当时 王定宇当时这个地方还算在台南的第五选区 那么他得票是15万多票 是全国第一高票 而且和国民党蓝营的这个提名人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选票的差距 72对24几乎是三倍之多 真的是一场硬仗 我们想请教一下丽娜 今天听到这个消息 对于国民党的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来说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我真的是非常的佩服祝祝姐 在这种就是党内的这个氛围 其实对于就是比较资深这一辈的这些 这些我们的一些大佬们 其实以前常常就有人在讲说 某一些艰困选区 比如说尤其是在南部 是不是愿意有这些人下来 然后做一个代表性的来参选的动作 那但是我们真的很少看到 就是像这样子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愿意下到南部来选举 那所以比如说之前我们有提过 像郝龙斌是不是也可以到台南 因为他是台南人 另外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曾经在这个南部出生的几个民意代表 有没有可能回到南部来选之类的 那祝祝姐虽然她本身不是台南人 但是她愿意到艰困选区来选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我刚刚看到上一届的这个选举的这个成绩 15万票对5万票 那个对我们来讲简直就是一个 以国民党员来看这件事情 这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有选过的都知道 对 所以祝祝姐愿意到这个地方来选 我想对我们尤其是在南部的这些立委的候选人来讲 是一个很振奋的消息 表示就是说其实在党的中央跟地方 事实上是没有分别的 也没有就是说大家在职位上的上下之分 就是都愿意不论是怎么样的一个选举 大家就是站在一起 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把政权拿下来 把立委的席次增加到我们可以有机会 为人民做事的席次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事实上祝祝姐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从上一次的换祝的风波到现在 我觉得在祝祝姐的身上 尤其可以看到女性坚毅不拔的力量 这种永不放弃国民党的这个精神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民党员 在这个时候都受到了这个 他的这个鼓舞 我觉得我们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觉得就是说南部的乡亲应该有福了 就是说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人物 愿意下来选举 也表示就是说他更愿意为民众来服务 像上次谢龙界的补选 大家都看到了 像这样的状况 能够把一个也是艰困选区 那时候是第二选区 把它打成几乎是要平手的状况 这已经是有史以来没有看过的情形 也表示就是说南部地方可能也不太 是像以往所想象的这么绿的一个铁板一块 那所以呢怎么样让这个区块 可以有更不一样的一个 就是参选的一个特色存在 我觉得今天这个住住姐的出现 的确是一个亮点 让我们觉得就是开心又振奋 然后呢也期待就是说台南的乡亲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其实多给这个住住姐一些鼓励 那更多人正面的站出来为住住姐来加油跟打气 然后希望就是说住住姐的这一战为我们南部的所有选群 能够挹注一顾这个清新 而且是非常让人家振奋的力量之外 后面也可以拿到一个好成绩 住住姐再一次身先士卒要化不可能为可能 甚至有可能都能够让台南其他五个选区的这个蓝营的候选 都受到他的加持 我想请教一下孟凯 因为其实住住姐今天也爆料 他说他曾经有建议过连胜文要去选台南 他其实真的很希望国民党的这些年轻的一代 能够赶紧出来接棒 然后能够培养更多 能够站起来支持国民党为国民党战斗的人 他甚至说他要把不分区的席次 尽量多让给年轻人来参战 你怎么看 没错 其实红秀柱他就一直都是 如果说大家有关心我们这个国民党的话 其实红秀柱他真的都是为了大我 然后为了这个中国国民党 所以呢 你在2016年那个时候 我们在野之后 他第一个跳出来也是又说参选这个党主席 2015年那时候经历换柱事件 他也是无怨无悔 不管怎么样就是把党摆在最前面 我自己2016年8月的时候 担任文秀柱副主委跟国民党发言人 其实那时候也是在红秀柱主席的感召之下 我们加入了国民党 以前跟国民党也有 没有那么多渊源 但是真的是在野之后我们才踏入 所以说用心 就培育年轻的人选 我觉得这个是红秀柱他一直来做的事情 那这一次他 欲嫁亲身 可以讲欲嫁亲身 也可以讲是说 他就是毅然决然的投入 这一个台南的艰困选区 我们第一 听到这个消息要给他一个赞 而且要套句现在比较常用的术语 叫爱你3000次 我们真的好高兴祝祝姐来投入这样的一个选战 而这样的一个指标意义我就有三点 第一点 明年的1月11号台南 不要再讲说铁板一块了 民进党要在台南说躺着选已经是不可能了 因为现在有一个真的有战力 有这个话题引导能力的 红秀柱来这个第六选区的话 说实在话台南这边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动 而且一来一往 大家不要轻忽刚刚看的那个数据2016年是15万对5万 我们确实只有拿到24 25%的一个选票 但是只要能够多拿一票的话 一来一往等于是一票变两票 那这样的这个效果跟这样的一个效益 绝对是会让我们的这个立委的整个气势上升 还有就是会把我们的总统票也吹出来 所以这个第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点我觉得重要的就是说激起大家的士气 因为如果说现在一开始打选战的时候 我们最怕的就是说推出来的人选 好像马上就被人家觉得是说胜负已分 那这样子这场仗就不用玩了 可是红秀柱投入了这个选战之后呢 其实现在胜负未定 大家重新回来 尤其是王定宇 大家也都知道是说他也算是一个媒体宠儿 所以红秀柱对上王定宇 绝对会吸引大家完全的一个目光 会把这个本来是地方的选战 会变成是一个中央级或是全国级的选战 第三真的还是响应韩国瑜 因为韩国瑜是不是之前有提过一个 一支穿云舰千军万马来相见 那我们就讲之后 红秀柱就如同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援军 所以我今天我也在脸书上写 我就说这很像什么 很像是我们之前看电影魔界 圣盔谷之战 那个很重要的战役 大家凝结要对抗那个伴兽人 强兽人的时候 突然间黎明申请 太阳申请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魔法师 带领了一批很强而有力的援军来救援 那马上那个升力军就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战力充沛战力十足 所以红秀柱今天这一个小辣椒 虽然说已经70岁了 但是还是非常的辣 而且我们看到了 他愿意为大我来牺牲 这样的一个状况 真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给他一个赞 而且跟他能够一起在2020并肩作战 我们都感到余有荣烟 我觉得台南的谢龙界主委 应该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一直找不到人 他自己还在考虑说 他到底要投入哪一个选区 因为他只有一个 但是有两个选区是空的 所以对他来讲 真的又找到一个人 真的很开心 而且这个人是有战斗力的人 其实对于很多更年轻的一辈 或许不了解 但是红秀柱他是八届的立法委员 而且也当过立法院的副院长 而他在当立委的时期 让大家印象最深刻 就是他是战斗力破表的那一行 我们带你一块来回顾 这小辣椒的问证风格 你看这样 现在开始进行协商 现在进行协商 我配合你的行事啊 开心嘴 你白天在干嘛 昨天在干嘛 前天在干嘛 都都睡着了 跟死人一样 是不是 植物人 我现在问你这话 你读过书没有啊 最近比较少读 难怪面目口正 你还自比雷震 你还妖脸不要脸 你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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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搞政治 你问问看 你打听打听 小孩子不懂事 胡说八道 孤城可泣 但绝不折截 党可以不要我 秀出不会放弃党 这个党也许让人家失望 让人家痛心 甚至痛恨 不满 可是你不能老在那边 叹息痛心 你总要有一种行动 让大家对他的观感 能够转换 我觉得看完真的 非常的感动 就是你看到他的那个 为党牺牲奉献的精神 真的是 我想请一下村长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看到国民党 想到的就是什么 一堆老蓝蓝 不断在内斗 看到祝祝节 不会觉得有点惭愧吗 这个祝祝节 这个真的是有如一根 不是一只穿云剑 真的是有如一根穿云柱 这个是在从南台湾立下一根 这个是定海神柱 四年前 孙总统的时候 我们国民党这些 大家因为局势坏 都没有人敢出来要算 只有一个人出来抛砖允议 这特别是跟这个国民党最艰难的时候 跳出来当大量的 那项目都是我们租租节 你看 他这一遍 台南 像刚才说的 有人说骨头三串都是你的 要说和鱼鱼鱼鱼鱼就是你的 但是你说 台南历了很多年 结果 做成的是什么效果 你看我们台南 坦白说 大家敢不成仁吗 台南的经济 经济 坦白说 就是有差一点 那么 这还是因为意识形态 如果你看王定宇 王定宇本身就是一个 最改意识形态的人 他不是割的 本数算料理务业的 拜托 他是割什么 割国台办来台湾的时候 他去 人们来讲风的没水准 你人的来吃是客 不然你就不要接台 来吃是客 来到我们家 来到台南来剔头 你把客戴 拌的年纪也比较大 你把客戴 让人拌拌的肩膀 这这样 民政党的战重是都靠这种 求老人 人在我们家做 你把人家拌的拌 很厉害 说这样说 算了理务业 这样说 你做理务业 你如果这个拿到 前面比起来 你说你这个 这个 你当你这是 问前后的那个人 电视台 你也是都在说一些 意识形态 也没看你 现在 監督的 现在这政党 如果我们立委 就是害我们台南人了而已嘛 现在如果住住来 以前说我们国民党 都是那个 中北京人嘛 但是你现在看看 这一辈 总统 我们也是由高雄市政党出来选了 我们的政主席 现在直接来台南 来选立委 不是要去占補分构的委 你如果像我们的老男人 大家都想我 補分构 看来我们今年 这次本月不分构 后来又罚资不分构 会当年再向他修一次法 又罚资一次不分构 就都这样就好了 阿南米就说 我们这些经济栏 我们这些什么 知识栏 现在还没整得好 拜托 你什么经济栏 还是什么 这个 知识栏 我们冤构栏 不能够我 你看 不过我不能够够 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艱苦栏 跟庶民栏 都竞争得好 对对对 艱苦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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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庶民栏 都已经整得好 你们什么经济栏 知识栏 我都不能念 那不艱国 你们 如果买 同样 鞋子放在穿车 放车 跟煮煮一个同样 都要拼了 都要扯拼了 为台湾人好 大家 这样 让人间隔的台湾人 对我们国民党 可以做一个改冠 这样 像刚才那样 我相信 大家都配合得有力和力 我相信 你这个 那些台南 是震撼蛋 超级震撼蛋 王立宇现在戳着蛋 但是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今年立委补选的时候 我到台南去了好多趟 我可能有些看法 跟大家比较不一样 第一 当然各位都提到 台南是绿道 它不但是绿道出之 基本上有一些比较 资深一点的一些居民 他们都是比较有台独思想 也就是根深蒂固 比较难以改变 但是你们不要忘了 人会老 会有新生代 不要以为台南都是老年人的 这个社区 不是 这几年 在蔡英文政府主政时期 很多年轻人根本找不到工作 我到台南去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 他们是回到家乡去开文创馆 或者是咖啡馆 那这个地方 其实国民党是可以经营的 那我问各位 住住姐 这一次为什么八连霸要清真 那就是你们不去选 没有人要去选 刚刚村长都已经讲了 老男男就坐在那边 还团结团结团结 然后你的位置就能够掉下来 国民党真的不能老是这样 你总不能每一次在刀口上 就靠我们这些女性党员吧 从秋景到住住姐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不公平 这是我要批判一点的 就是越是艰困 我不认为是到那地方去就选不赢 我认为越是艰困 住住姐呢 她是先做了这样一个动作 意思是说团结不是口号 团结就是行动 我就到那个地方去 那住住姐之后 其他那些几连霸的 那些资深跟在这个国民党里面 身居要职的这一些所谓的党政高层 我拜托你们 好不好 响应一下住住姐 也都到艰困选区去 选得赢选不赢 其实选民已经不在乎了 在乎是你的动作 敢不敢这时候跳出去 就跟住住姐一样 我来选 是不是舍我其谁 我觉得其实住住姐 让大家觉得非常震撼的原因是 我们看到国民党内有好多人 我们期待他只要不出来扯后腿 就觉得好像他很够意思 很团结了 但是住住姐让你看到的是说 我的团结是什么 我的团结是我下去帮你打仗 帮你拼命 这样才叫做真团结 这是住住姐带给大家 今天的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省思 不过我也想请教一下村长 因为其实台风来了 所以大家总是很关心说 到底每个地方是不是有淹水 这个县市首长好像觉得 也没这么政治的 就是希望能够让庶民有好日子可以过 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 竟然有县市首长 人不在他的选区 我们来看到是谁呢 就是桃园市长郑文灿 他人在日本参访当中 那么原本本来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台风什么时候会来 可能参访行程本来就安排好了 那也就罢了 但是呢 王浩宇竟然出来帮他po了一篇文章 然后帮郑文灿解释说 桃园队是一个团队 包括浩宇在内许多议员都留在桃园协助大家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奇怪了 如果先是首长不作证在这个 他们的什么叫做灾害应变中心里面 如果是蓝色的 今天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村长 有啦 人家他有开灾害应变中心 没作证啊 没有啦 有啦 谁作证 开在日本啦 开在日本 有啦 人家有视讯啦 有视讯 然后那个王浩宇还知道说 他昨天在台风前一天晚上 整晚没睡 对 他怎么都知道 他爸爸有没有睡 他搞不好都不知道 他爸爸为了他的那个龙色要被拆 搞不好整晚没睡 他没关心 爸爸头发白了 他搞不好都不知道 干爹比较重要 对 干爹比较重要 干爹在日本 他都能够知道说 早晚几晚都没睡 然后再来一面东西开到日本去 这真的就是 我说这个你如果是韩国瑜 大家说 今天如果是韩国瑜 方台来又去日本 你们怎么办 全台湾的电视台 所有媒体绝对摩得摩得摩 不然是厚的摩 不然是媒体摩 我告诉你看 包括我们自己国民党 都玩爱自己的 哇 韩国瑜 你怎么这么别摩 通台你又出去了 你是不能换 他寄 你又不趕回來 我跟國民黨自己就吃的 煎吃的 打吃的 但是你看 如果是鄭文燦去 就不一樣了 這樣又泡一片 好像熱關心湯 去到日本 又用視訊 普仁路滷鹽水 第一時間你就交代說要這樣處理 一條水糕 鹽水就要跟鄭文燦視訊 你這個團隊也很滷的 拜託 你水護局湯的 水護局創什麼的 一個水糕 你在副工作 它創什麼 就要跟鄭文燦在日本那種視訊 所以這不是說這個團隊很厲害 是這個團隊 鄭文燦你今天就不能離開 結果你又離開 含一個水糕 所以說這就很害怕 我就說 台灣人都兩百糟 你看韓國瑜就這樣 用那個 那不是高道德 你知道 那根本就是扭曲的 變成的這種 根本就是紐約就是要怎麼看 韓國瑜你就怎麼不爽 沒反應就對了 那如果是鄭文燦 五星級的旗幣 怎麼做都對的 怎麼不算勝負的 所以這個 大家看 看 今天不是王浩宇 他PO這麼噁心的一篇文 大家那個紮端都透露出來了 你說 透紮 透油 都PO這種文 大家都透露出來了 大家也不知道他的鄭文燦 本來都沒有注意到 鄭文燦不在 大家都沒有注意 PO這麼噁心 大家都注意到 王浩宇到底是在幫他 還是在害他 害他吧 不過其實今天當然台北市長 柯文哲最近是話題人物 那台風天大家也趕快去採訪他 那麼他就拋出了一個新的話題 他說如果是郭柯沛的話 他還不如繼續當市長 他擔心說如果你不跟他搭檔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轉移到 你的粉絲這邊的選票 真的是這樣嗎 就是你有沒有可能擔任副首 因為現在郭台銘好像比較親像郭柯沛 我要擔任副首的話 繼續當台北市長就好了 我可以實力做麻煩 你現在是傾向說市長做好做好嗎 沒有啦 我跟你講 其實還是這樣 我剛才也在想這問題 就是說 坦白講2020這場選舉 你問我的話 就是說 兩個剛當選的市長是 中農大選的熱門人選 這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應該有的現象 那你會做好做滿嗎 你還可以 這個是這樣 盡量 我們人生你知道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好 看起來不想要郭柯沛 難道是要柯郭沛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